17号下午4点多 吉安乡中央路一段道乡路口发生了车祸事件 一辆由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 沿着中央路一段由北往南行驶 行进道乡路口要左转 疑似没有礼让执行车而发生碰撞 导致驾驶百万休旅车的江姓男子他失控 撞断了路边的行道数 整辆车头凹陷全会零件喷洒了满地 而巨大碰撞声响也让附近的商家吓了一大跳 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路口等待转弯时机 但似乎没有看准才刚起步过后没多久 就被一辆休旅车高速撞击 这个惊险场面就发生在17号下午4点左右 一辆由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 沿着中央路一段由北往南行驶 行进道乡路口时要左转 但疑似为里让执行车因此发生碰撞 导致驾驶十百万休旅车的江姓男子 失控撞断路边行道数 整辆车头凹陷全毁 零件喷飞散落四处 而这巨大的碰撞声响也让附近商家吓一大跳 有现在叫他声音蛮大声的那样 就我们这边都听得到声音 感觉到应该是有车祸撞击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出来看 就看到卡车停在前面 车场就整个都满起来的那样 那两车在路口发生撞击 那事故造成黄姓男的身体挫伤 那松衣救治 那江南未受伤 双方九侧皆为零 那详细的造势原因 本分局正在调查当中 发生碰撞后路边行道数 直接摇折倒卧路面 可见当下的撞击力道之大 重回现场也还能依稀看见 高速碰撞所留下的痕迹 而对于行道数的赔偿问题 相公所则是会对造势者求偿 这部分我们会依据警察局的造势的记录 去找相关的造势者 那有涉及到公共试事损坏的部分 我们依照规定请他去做修复 或者是求偿的动作 为离让执行车 除了可能会吃上最高1800元的罚还 也常因为贪图方便 求快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所幸在这起车祸意外当中 双方驾驶都无大碍 而造势责任还有带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 许立晴 简安箱报导